欢迎露露 就是收完工然后改装 因为就是经常 经常收了工改装直播 今天是完整的一天 刚还去拍了出发照片 是比较充裕 充裕的时间可以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天 对不对 是的 所以我们今晚一起要好好玩耍 好好两天享受我们这一个小时的时间 而且今天在北京 没有就特地出差到很远的地方去 是不是 那我们直播间的各位宝宝们 如果说有什么想对露露说的话呢 也可以直接打在我们的公屏上 我们也会随机的来翻牌自己的留言 那今天呢是我们3月7号嘛 其实刚刚告别我们农历的2023年 也没有太久 所以啊 其实作为露蓉 在过去的一年中看到露露有很多 2023年新的成绩和精彩时刻 也是非常开心的一件事情 就是去年对我来说 还是收获挺挺满的吧 因为播了三部戏 也有一些新的尝试和新的突破 是没错 我相信我们的各位露蓉宝宝们 也非常高兴露露的视野 又可以更上一层楼了 那如果说 哎呀不要牵涮 那如果说要露露用一个词 来形容一下你的2023年的话 你不觉得用什么词会比较合适呢 嗯 一个词的话 两个也可以 我觉得是收获吧 嗯 因为去年播了三部戏 嗯 呃 《长月静明》 《以爱为盈》 《宁安如梦》 嗯 就三个三部戏都与大家见面 然后在北上的时候也是踏破自己的舒适区去尝试了现实主义题材 也收获了一些呃在现实主义题材上面的一些经验 然后跟前辈也学到了一些 还有就是我进了《白月泛星》这个剧组收获了很多好朋友 嗯 是的 其实2023年我们也看到露露有非常多的作品带给我们对不对 然后其实对 也是在一直忙于工作当中 其实还是 没停过 嗯 好心疼哦 哈哈哈哈 没有心疼 我好着呢 好开心是不是 OK 其实我们也非常期待 今年露露可能会带给我们更多很棒的作品 然后包括我们很多的惊喜 其实呢除了我们影视综艺之外 露露去年也有了很多新的开头 我们今天也做了一个小小的回顾 想跟我们露露还有陆融们一起回顾一下我们去年的一些精彩时刻 好不好 好的 好 我们又准备了三张照片 我们一张一张看 露露还记得吗 是哪个班角现场 尖叫之夜 嗯 没错 尖叫之夜 我跟你说这一套造型真的是当时就很很符合它的名字 让我尖叫 我真的觉得这套很好看 我也很喜欢这一件 真的超美这一套当时 主要是它那个舞台的光一打 就整个人就很bling bling bling的 是的 好 我们来看一下下一张 诶 啊 这是GQ 嗯 GQ这一套其实我是印象比较深刻 因为我们其实在走入场的时候 我们当时穿的是另外一套衣服吗 对 另一套我也很喜欢 那个 那那一套就有点江南烟雨的感觉 对 有美到我 谢谢 好 我们来看一下第三张 诶 这张露露还记得吗 哦 这个是那天拿了那个年度号召礼 嗯 应该 对吧 是的 是是是是 这个其实我当时对露露的一个获奖的感言 其实我印象还是蛮深刻的 因为当时露露说不只是演员 也是我们能量的传递者嘛 对不对 其实那也是跟我们魏可德 一直以来想要传递的一种理念是一样的 也希望把更多的安心 包括这样一份陪伴 传递给我每一位女性朋友们 那其实我们 速的速的 那其实除了我们2023年事业上的一些回顾之外 生活上有没有什么想和大家一起回顾一下的呢 72023好像就是不在拍戏就是在剧圈的路上 生活上有什么不同的话我2023养了一只狗 我知道 叫年年是马尔基斯 因为我自己也养了一只马尔基斯 是吗 几岁 现在还小 差不多刚刚一岁 因为我有五只小狗 你有五只小狗 是的马尔基斯是我的老五 所以我超幸福的我觉得 天呐 因为其实小狗它在我们日常忙碌的生活当中 也可以很好的调剂到我们的情绪 给到我们四代 因为它会给你反应很强烈 对 而且马尔基斯这种狗其实是非常适合陪伴的一个品种 它的性格超级好的 对 超级年人 对所以Lulu觉得2023年除了在马尔基斯的工作以外 其实狗狗的出现还是带给你很多的一些温暖 可能它给了我很多情绪价值 嗯 是的 对 所以就小狗越来越多 我就养了五只 不知不见 那我不行 我可能 本来就没什么时间照顾 对 我觉得陪她的时间挺少的 嗯 那其实我们也希望今年Lulu可以有更多的时间去享受生活 在工作之余呢也可以有自己更多的 可以放松的一些时间 就像我们在过去 见年纪念 好的一个美好的祝福哈 其实我们在过去二三年的时候呢 Lulu和魏可 其实也有很多精彩的碰撞嘛 嗯 比如说我们去年六月的时候 魏可有正式官宣 Lulu成为了我们的品牌代言人 然后我们八月份的时候呢 我们非常唯美的TVC也上线了 嗯 然后到十月的时候 Lulu就空降了我们的直播间 嗯 和大家进行了第一次见面 所以其实在和我们魏可合作的过程当中 Lulu有没有什么印象比较深刻的环境 其实我也是特别开心能够和魏可合作 嗯 包括我上一次就是我官宣了代言之后 我的好几个朋友都来跟我说 嗯 你代言了魏可 我说这个卫生巾很好用 嗯 然后我后来也是用了之后 我就把以前所有用的卫生巾全部换成了魏可 真的很好用 我最爱就是这个VV铺 真的超级好用 而且魏可是它每一包它都是零真菌的 它是达到了国家标准的那种消毒剂 嗯 是的 所以大家用起来也会很安心 没错 其实我们如果说平时购买卫生巾的话 刚刚Lulu有提到我们消毒剂是非常重要的 对不对 有一个小窍门 我们是不是可以从包装上面 对 它上面会有一个牌子 嗯 哦 就粘住了 就是这个 嗯 小金盾 小金盾 是的 有这个标 嗯 用起来会更安心哦 对 我们也有准备一个放大版的 哇 放大版的标 是的 但如果说平时去购买到我们的 啊 消毒剂卫生巾的话 一定要认准到我们这个国标级消毒级的 这样一个小金盾哦 其实Lulu也是超级称职的代言人 生活当中 其实也也在帮我们去安利到我们自己的 这样一个产品 所以Lulu刚才有说到过的话 就是要认准到我们的小金盾 对 大家也可以去认准 千万不要忘记了 如果说大家想要推荐我们啊 Lulu刚刚推荐的同款消毒级的 卫生巾的话呢 直接去点击到我们下方的小黄车 我们今天如果说下单一号和二号链接的话 哎 我们随单还有周边赠送哦 一号链接的话可以获得到我们的这样一个利牌 是一号链接 然后如果说大家去下单到二号链接的话呢 会有我们的两个钥匙扣哦 我看看 你看看 嗯 不错不错 还挺可爱的 对于老师可 那如果说大家就是一号二号链接都下单的话 两个周边是都可以有的 然后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哈 就是今天我们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呢 是会给大家送出鲁鲁的亲笔签名照 如何获得呢 有一个首先非常重要的条件哈 就是大家一定要有过下单的这样一个记录 只要在今天任意一个链接下过单都可以 所以我们的各位宝宝们如果说还没有下单也可以少点时间去操作一下喽 好 其实我们刚刚有提到说 鲁鲁就是有获得到一些新的官方的title 对不对 嗯 那你有没有注意到说我们的粉丝朋友们最近给您兴趣的一些称号呢 最近有一些就是他们会叫我小波波罗嘛 然后加波就是我们家波罗加波 然后之前是喜欢叫我老陆 然后后来就开始用用那个劳碌代替 嗯 就是少喊我点劳碌吧 我已经够劳碌 这不是一个美好的祝福吗 就是 对其实我觉得我们的路容还很有差 因为每隔一段时间他们都会赏出一个新的爱情来侦入你 像我在网上冲浪的时候经常可能会刷到一个就是说我们鹿鹿是心境老魔 你有听过这个 好有有有 那对于这个感想是不是也跟老鹿一样 我觉得会有一些什么感想吗 就是嗯 因为一直在拍戏嘛 因为我是那种我遇到我喜欢的本子 我可能我也不舍得去停下来 嗯是的 但是我也有在想就是 但但其实我每次进组前都有大概最短也有一个月的时间去让我 从前面一部戏出来然后再进入下一部戏的状态 所以就我觉得还好 而且我觉得我很幸运的是 我觉得我干的是我自己喜欢做的工作 就是我有热情我能够一直去投入 这个是我很幸运的一件事情 所以没有什么辛苦的 没错虽然说是非常忙碌 但是去做一件自己喜欢的事情 很值得 还是乐在其中是不是 嗯虽然说我作为粉丝哈 心疼你每天这么忙碌 但是呢我们也希望可以看到陆陆有更多的代表性的作品 越来越多的好作品带给到大家 其实特别是我们过去一年多的时间当中 我们还有眼镜特效 有人在送礼物哈 其实我们在过去的一年当中呢 有接连三部宝剧都跟我们陆续见过面了 而且我觉得其实每一个角色的话 他的跨度还蛮大的 嗯 比如说他有比较安静的 呃有比较活泼的 然后有比较细腻的一些角色嘛 每个角色其实都带给我们不同的惊喜和感受 相信我们的各位宝宝们跟我一样 也有刷过好几遍的是不是 那也可以把我们印象最深的那一个角色打在我们的公屏上面哦 是的 从仙侠到 线偶 到 落地 孤偶 对 三个不同类型 没错 那我们看到我们的公屏其实有 非常多不同的名字哈 那我知道大家想听的内容是什么 大家不要着急 小波 哈哈哈 出现了小波 OK那其实我们 魏可呢也跟大家挑选到了几个品牌 想听露露一起来聊一下这几个角色 在你看来的话是怎样的 嗯 好吗 嗯 好那我们其实有准备到了每个角色 有一个关联物件或是周边 然后露露要来猜一下是哪个角色 包括我们的各位宝宝们也可以一起猜一下哦 然后第一个 哎 露露可以猜得出来吗 这个手办好可爱哦 这还用猜 哈哈哈 大概是夜夕物吧 谢谢你的配合 哈哈哈 没错啊 这个是我们常月记民夜夕物的形象 我先说一下我对于这两幅剧的印象吧 好开心哦 我可以在本尊面前表达一下 就第一个我追了 追是追了 就是他像一把长长的刀 你知道吗 一开始扎进来的时候我想嗯 坚持一下就好了 万万没有想到这把刀那么的长 从头扎到了位 真的是太虐心了 但是真的很好看很上头 是的 然后第二个对我来说 我觉得印象比较深刻的印象 就是这里面有很多好看的造型 就其实作为女生而言 可能可以换那么多漂亮的造型 是不是还蛮开心的 是很开心 但是我要说的是 我那书头老师真的很用心 叫佩佩 那个网上就是我的粉丝叫他佩神 嗯 我们是长月是第一次合作嘛 但是我刚刚结束的白月繁星 是第二次跟他合作 嗯 他这次就是比长月会 就是在我头上花了更多的心思 嗯 就长月可能改装时间没有那么长 但是白月 是每一个阶段 他都会用完全不同的发型 所以我每天改装 就体验到更多 就至少得一个半两个小时 哇哦 所以其实就是可以尝试到很多漂亮的造型 但是付出的时间也是蛮多的 这是很开心啊 对 你看到自己有每一天都不同的装造 嗯 你就会很开心 对 我觉得演员是会有这种满足感 是的 可以挑战到各种不同的造型 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 而且我记得有一个段落 我当时印象还蛮深刻的就是 呃 也许会要逃走的时候 就要从船上逃走的时候 他不是还要去去扮演舞女吗 那是那个5G的时候 我当时我第一反应是 啊 要换一套衣服好麻烦 所以呃 虽然说我们美丽是很开心 然后时间也是需要一点点的代价的 所以这部剧的话 其实有体验了三种副本 三种人生 嗯 还蛮过瘾的 但是我个人的话 比较喜欢黎苏苏这个角色 所以可不可以请我们的本人 帮我们回忆一下苏苏的一些小细节 好不好 我觉得苏苏就是 我挺心疼苏苏的 是的 嗯 那是一个很果敢 然后很坚毅 他身上背负着一个使命 我记得有一个镜头就是 灭魂丁 嗯 消散了以后 嗯 有网友给他配的说是 抬头是苍生 低头是爱人 是的 就是在他身上一直有那种 两难的感觉 没错 他其实自己也是在一直 自我拉扯 但他非常有责任感 对 是很有责任性的一个女孩 因为他其实身上背负的责任 真的太重太大了 所以没有办法 其实往我来说的话 我们责任啊 担当也意味着我们在坚持的 这个过程当中 其实是会失去一些东西的 对苏苏来说 可能失去的就是他的爱人 嗯 所以相信我们直播间很多宝宝 应该也是会有同感 对不对 而且刚好在我们38节的这样一个特殊的节点 我们的苏苏有没有什么想对于我们直播间 像苏苏这样非常有责任感的女生说的呢 嗯 就是希望大家也多多的更爱自己一些吧 嗯 是的 我们责任很重要 但是爱自己同样也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的 好 那其实我们刚刚提到了苏苏的责任和担当感 但是苏苏你知道吗 我们面前有摆放的这个放大版的消毒机的logo 嗯 其实这个也是我们胃壳品牌 所承担的一个责任感 是的 其实这也是当初我选择作为胃壳代言人的主要原因 嗯 因为胃壳它对于卫生巾的卫生标准 它非常非常严格 嗯 它每一包都是国家标准消毒机的 嗯 是的 其实很多宝宝可能现在哎 并不是很清楚 原来我们的消毒 我们的卫生巾是不是还分普通机和消毒机 这两个概念 其实大家就是有一个非常简单的标志 就可以识别到我们的消毒机了 就是这个 对的 我们刚刚所提到的我们的哎 小金盾 那其实我们的市面上呢 只有 OK好 那我们目前的市面上呢 是很少有卫生巾的品牌在做消毒机的 但是我们的胃壳品牌一直是有在坚持下去的 所以很佩服胃壳这种坚持 嗯 没错那其实有很多姐妹可能在之前 并没有了解过我们的消毒机 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其实我们只有消毒机的产品 才是真正的做到了产品消毒的 普通机的产品的话 它其实并没有产品消毒的这样一个工序 嗯 那所以我们的普通机其实在我们包装生产完成之后呢 就可以直接去进行售卖了 但是我们消毒机的产品呢 它会额外的多一道消毒的工序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今天就来给大家科普一下 是的 科普小课堂哈 像我们普通机的 呃卫生巾的生产的话 它可能就需要5分钟时间 然后它就可以去进行下一个售卖的步骤了 但是我们的消毒机呢 其实啊 它呃 生产完之后需要消毒12个小时 在静置24小时以上 嗯 没错 所以我们的这个生产的成本哈 包括我们的时间虽然说是会更长一些 但是呢 我们也希望去生产出更好的产品用心的做免一片卫生巾 那我们的胃壳品牌也是可以希望给到所有的女生在我们特殊时期有着更安心的一些守护 避免我们经期中哎 遇到不必要的明明啊 君君啊这种 所以说我们刚刚也提到了嘛 嗯 其实我们花了更多的成本 然后更长的时间 但是更安全 是的 也要保证每一片卫生巾的这样一个安全和卫生 那其实我们刚刚也说到了非常多关于我们消毒的工序 哎我要考一考露露 你知道我们消毒级技术核心的关键是什么吗 这个我知道 零真菌 没错 就是真菌不得减除 没错 是的 其实我们平时说卫生巾卫生巾其实第一个要考虑到的就是关于卫生这个基本条件嘛 对不对 如果说我们的卫生巾里面有真菌啊就会造成我们生理期可能会出现有一些的不适 甚至说是影响到我们女生的身体了 所以啊我们消毒级零真菌就是为了在我们卫生巾的这个环节当中确保卫生真的确保干净 所以啊要把我们的真菌全部消灭才可以哦 可以看一下我们普通级和我们的胃壳消毒级的这样一个对比 其实呢我们比如说普通级的卫生巾它的一个出厂的标准哈 就是我们的真菌均落每刻只要在100CFU以下就可以了 但是呢我们的胃壳国标消毒级它是不得减除的 所以它真正是做到了零真菌这一点 所以我觉得这个对于女生来说特别特别重要 是的 就是消毒级零真菌才更安心 嗯 而且胃壳它是全密封包装的 对 这也是我非常非常安心的一个点 嗯 说到这个其实还是非常关键哈 露露果然是很了解我们的产品的 那其实呢 露露平时会有囤货的习惯吗 会有 会有的对不对 因为相信很多女生比如说像我们的38姐啊 包括我们双十一都会去囤一些我们的这个外申用品 我就是每一个规格我都囤囤囤一抽屉那种 是但其实大家囤货虽好我们的密封包装其实也是很重要的 露可以这样来用力的捏一下这个包装 诶 它不会漏气 对可以明显感受到它是不会漏气的 而且大家可以用力的捏也是可以更加直观的去感受 所以外面的那些有污染的东西进不去没空气出不来 嗯是的而且刚刚我们提到就是平时大家会进行囤货吗对不对 比如说像南方的 你叫潮湿 头疼的回南天啊像梅雨季节啊这种 其实很多东西它都是会潮湿发霉的 特别是大家如果说有囤货的卫生用品 如果它的包装不是全密封的话 我们外面污染的空气很有可能就会进去了 是的 然后加上我们的水分潮湿啊我们的均落可能就会被培养的 诶 感知的比较快 所以就会有点头疼咯 所以啊大家囤货的时候就要选择我们的胃壳啦 嗯是的 消毒级林真君全密封的卫生巾 没错那感谢露露 如果说大家想要露露我们推荐同款的消毒级卫生巾的话 还可以点击到我们下方小黄车1号还有2号链接 我们下单的姐妹还可以随单获得到我们的AE 立牌 还有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两个钥匙圈 这两个都是可以随单获得到的哦 另外呢只要在今天有下锅单的宝宝都有机会 可以获得到商号露露的亲笔签名哦 好了你知道吗露露我今天 看了一本书 嗯 是什么书你知道吗 不知道 就是 见到你就会摆密一书 哈哈哈 我有预感了 哈哈哈 就是我的脸上已经出现了套路是不是 好那同时呢我们也看一下我们的第二个物品 你要这么说的话那 爱上这个笔呢肯定是正书役了 是的 其实呢我们 我看到很多宝宝都在给我们刷礼物啊 没关系我不用刷礼物 你们给露露戴上了墨镜 我们还怎么欣赏露露的盛世美颜呢 不要穿礼物哦 是大家可以去一号二号链接下单号 礼物就不用沙拉 那我们刚提到的正书役也是我们的一爱为盈 也是二三年露露播出的唯一一个现代剧嘛 嗯 对我们的正记者 所以其实这部剧里面有很多正记者的撩人图文情画 因为我自己是书粉 所以我对于 哦真的吗 对我看了好几遍 我觉得真的很好看 真的很好看 真的很好笑女主角 所以当时我看到露露演了这部剧之后 我觉得是很还原的 因为就是把她的打上演出来的 哈哈哈 所以我其实那个时候看到露露账号的评论区 也经常有我们露露的土味情话的输出 所以当时看到这些土味情话的话 是什么感觉 哎 感觉跟正书役还是略有一些逊色吧 哈哈哈 是 是不是突然感觉到正书役当时输出那些土味情话 听的人的感受 就突然一下感受到了是不是 那其实 其实我们很还原 就拍摄的时候 对 可能后期在 可能有些 嗯嗯嗯嗯 哈哈哈 有一些调整 可是就是拍摄还是很好看 对的大部分的梗啊 包括她的台词 我觉得都是非常还原的 对都在都在的 嗯嗯 是我看完剧之后又去 刷了一遍小说 然后又去看了一遍 哇突然就有了代入感 非常快乐 因为以后 就是经常吃吃饭的时候打开看看 就很开心 是的 好那其实我们今天在现场也有书 收集了一些露蓉 就是想对你说的一些土味情话 我听听 虽然我刚刚已经说了一句了 但是那个是我自己说的 接下来有三句是我们的露蓉 我们想说的哦 嗯 准备好了吗 好我听听 怪尴尬的 哈哈哈 好第一个呢是 嗯我发现露露今天有点怪哦 你知道为什么吗 很怪可爱的 嘿 你能不能早一点 哈哈哈 没听过的呀 好你可以假装没有听过吗 哦 怪 怪什么呢 怪可爱的 有点怪想你 谢谢 谢谢 哈哈哈 好那第二个呢就是 哎我有一个超能力 露露知道是什么吗 我不知道哦 哈哈哈 哈哈哈 嗯 好 我现在腿超麻的 哈哈哈 哈哈哈 那么 稍后可以调整一下椅子哈 嗯 那就是超级喜欢你哦 啊 那露露知道你和星星的话有什么区别吗 这我真不能装不知道 哈哈哈 星星在天上 你在我心上 是的 哎 你在我心里 这个我好像趁机听到了露露对我说的图围情话 我前两天看到一个 嗯 说什么嗯 呃 我想吃半面 我想吃什么面 不如 我想见你一面 哈哈哈 你知道我今天对你说的这个白秘书是哪里看来的吗 哪儿啊 以爱为瘾的弹幕上面 哦 弹幕上面有超级多的图围情话 大家如果去看的时候真的是非常搞笑 搭配着我们的剧一起看 好的 那如果我们直播间的各位宝宝们还有什么图围情话 想对露露说的话也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进行留言哦 那其实我们也展开聊一下我们郑记者这个角色好不好 嗯 因为其实我个人还真的蛮喜欢这个角色的 所以露露当时在接到这个剧本的时候 对于我们郑书宝可能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呢 我觉得她就很正能量 因为她一直有一个目标就是想要升级电子刊 就是不是都说她 电子太怪人 对 说她事业脑嘛 对 我还蛮佩服她的 就是她很清醒 目标明确 对 她有句话很经典就是我不会为了爱情 放弃我的事 放弃我的事 但也不会为了事业牺牲我的爱情 嗯 就是很拎了亲的一个女孩 对 其实我当时看的时候一直沉浸在那个搞笑的氛围当中 但是我看到一个场景我才发现她真的是电子刊怪人 真的在距离其实还是一个比较不错的点题吧我觉得 其实我们的爱情和事业的双丰收呢 我觉得正记者可以说是人生大有家了 是的 所以露露有没有什么话可以对我们直播间像我们正记者这样坚持为了自己梦想奋斗的女孩们想说的话呢 我觉得想做任何事情在任何时候都不算晚 嗯 就是如果你想做的话就去努力吧 但是呢一定要记得多爱自己 嗯 然后天天开心身体健康是最重要的 是的 没错 一永远大于零 但是千万也要注意自己的身体 千万不要在工作当中就是忽略了自己的 有好的身体你才可以去享受更多的事情 实现梦想或者给你带来的快乐 没错 其实这部剧开一波之前大家都非常期待了 网上我经常会有刷到过一些路透嘛 嗯 然后很多路透就是发到露露可能自己有时候会哼一些歌啊什么的 然后露露其实唱歌唱的还蛮好听的 啊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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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敢 不要沉失 还行吗 唱歌都是另外一个声音了 所以就是我们也想知道是露露平时放松会听的歌单的话有些什么类型的呢 我什么类型都有哎都挺 对那我最近听的最多的因为我们组有一首组歌 嗯那首歌叫顺我不知道你们听过 没有 你修色的拍摄的摄像片纸 不可能 怎么很火的 对应特别火 我的网速不行 你修色的拍摄的摄像片纸 我不说没听过怎么听 因为我们快要杀青了嘛 然后我们一直在摄像放 嗯因为他的歌词也是 在暂时分别那天 嗯嗯就是就是感觉很像 就要分别的歌 嗯 我们组里就是经常会听 我不是说没听过怎么让你唱呢 哈哈哈 是所以其实呃 我也唱不了第三句了 哦 哈哈哈 变得不上当怎么回事 要把钱了 哈哈哈 其实我们像真书一这样作为记者 经常要在外面跑发布会啊 跑采访 其实必不可少的就是会碰到比较特殊的那个时期 对不对 嗯所以如果作为正记者的话遇上了那个特殊的时候 选择卫生巾会重点考虑什么呢 首先就是卫生安全吗 所以要选择消毒剂 嗯 其次就是在外工作或者说我们会有一两个小时就没有那么方便去换 嗯那肯定要考虑它的吸收性 嗯是的 因为说到吸收性的话 其实就要提到我们卫壳的立项开家技术了 哎 因为我们其实采用的是一个3D静棉的工艺设计 其实可能大家对于我们3D运用到卫生巾上的这个理念 还是会比较模糊的 借此机会正好一起来跟大家展开聊一下吧 这个呢是我们卫壳的240的卫生巾 嗯 露露可以摸一下我们这个表面 嗯 非常软 就像碰到棉花了 哈哈哈 哈哈哈 是 对 旁边的这个 聚水边的话会更加柔软 是的 它存在感很低 嗯 是没错 那其实这个也是我们WICK非常独到的一项产品的工艺 它采用的是我们立体面层的这样一个设计嘛 哎我们给大家看一个图片哈 其实我们常规卫生巾弄啊 它是一个平面面层 嗯 想象一下嗯 量非常大的时候 它朝着一个点涌下去 它其实并不能很快的散开 包括去很快的吸收 所以我们有时候会感觉到粘腻啊 不清爽的这样一个情况 是的 那如果说像我们的这个立体面层的话 它是凸起来的部分 才是和我们的皮肤接触的 然后凹下去的部分呢 也可以更快的将我们的液体导流下去 所以我们的这个吸收的速度会非常非常的快 嗯 那尽可能会减少液体残留和我们皮肤的这个接触 也就是说我们为什么会感觉到非常清爽 就是因为我们这个 嗯 是的 我用的时候就觉得很舒服 一点都不黏 就很干爽 嗯 没错 对 因为其实可能有几天是量比较大的时候 嗯 所以我们对于吸收性啊 就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咯 嗯 好了那如果说各位爸爸想要我们的 洛洛推荐同款消毒机的卫生机的话呢 可以点击到我们下方小黄车1号和2号的链接 再次提醒哦 我们这次有水单给大家赠送到我们的力牌 还有我们的钥匙扣 更加重要的一点就是今天只要有下过单的宝宝呢 都有机会可以获得到我们洛洛为你送出的亲笔签名 大家期待一下哦 哇 刚刚跟大家说了好多产品上的小知识 嗯 我们要不课间休息给大家送一波福利好不好 可以啊 嗯 那刚有提到的就是我们的签名照嘛 对不对 那其实我们参与的方式呢 也跟大家再重复一下吧 就是我们今天下单的宝宝呢 就可以把我们的口令一会刷起来了哦 记得一定要是今天下过任意单的宝宝 才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这个超奖的 那我们的这个揪宝宝的这个福利当中 那我们的口令呢 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 白鹿来了 未可宠你 已经下过单的宝宝 可以在我们的评论区刷起来我们这一句口令了 一会我们会揪出一味宝贝贺的单 我们陆陆的亲笔签名照 而且是现场亲切 是的 好我看一下大家刷起来了吗 哦 已经刷起来了 好我们请露露来帮我们签名好吗 再次提醒一下哈 一定要是我们今天有下过单的宝宝 然后一定要去刷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 主题的评论 评完啦 一会儿我们通过点抽的方式来给大家送出哈 好我们小助理的手机拿过来咯 点抽 然后没有关注我们的宝宝 记得也要点一下关注好不好 然后露露来帮我们就是我随机反正点一个人嘛 然后露露来帮我倒计时三秒吧 好 三二一 好 诶 我随便点哈 好 抽到恭喜我们 零零 恭喜 然后这位宝宝我有回关你哈 然后一会儿的话你记得去联系一下我们抖音的客服 联系一下看领奖是怎么领的也再次恭喜你 同时呢我们其他宝宝千万千万不要回心再次提醒 下单到我们今天一号和二号链接 露露推荐同款的我们消毒级的卫生巾呢 是可以获得到我们的利牌还有我们的钥匙扣 另外呢下单过后哈 今天就有机会可以获得到我们露露的现场的清签哦 千万不要忘记喽 好接下来继续聊一下我们二三年露露的爆款角色好不好 我觉得二三年真的带给我们非常非常多的作品 不敢唱不敢 其实我觉得接下来这个一定要好好说一下的 因为除了我刚刷完没多久之外 很上头 然后另外呢它其实也有很多出圈的明朝面 所以也有跟我们魏可的缘分 是的 所以我们隆重邀请出我们下一个角色的关键道具 怎么会是一包魏可呢 是的 是我们的无边无际魏可小福星 露露露可以猜到吗 那那肯定是江雪宁了 是的 再 感谢你配合我演出 今天一下就猜到了 无边无际魏可卫生巾 《魏可卫生巾邀您观看,您安如梦》 是的,露露很厉害哈 一下就猜到了 其实提到江雪宁的话 大家应该还是印象比较深刻的 包括有一些明朝明啊 大家都非常熟悉 那鲁鲁其实在拍的时候 有没有想到过 当时会被这么多大学生去进行模仿 你说那个宿舍那个 那我真没想到 我后来 但是这个就是后面 发酵的还挺挺厉害的 然后就会有各种版本 我就觉得非常感谢大家的喜欢 然后也谢谢大家创造了 这么可爱的 对这么可爱的梗 就大家都在模仿 我自己看得也很开心 自己也会上网冲浪 对对我那段时间就是 刷刷抖音嘛 刷一个就是一个地方的语言版本 然后就是另外一种版本 也很开心这件事情 所以当时有没有刷到什么 印象深刻的版本呢 我觉得语言的版本会有 很多印象深刻的 就最开始是各种方言 各地 然后后来到了各国 就是英文 然后泰文 就什么语言都有 所以其实能刷到这些 就也真的是蛮感叹网友 其实还是很有才的 所以其实我觉得 就是大家等得太辛苦了嘛 都只能自己上手去演一下了 所以今天把露露邀请到我们的直播间 大家想不想要看一下 我们的江雪宁本宁 给我们重现一下剧中的名场面呢 想看的话 抠一个想看好不好 其实我们粉丝宝宝也看过 露露之前有重新演绎过一些 但是有很多 在那个见面会的时候有 对的 但是我们今天要不升级一下难度 给大家来一个福利 就是改编的热梗版本 可以吗 可以 对啊 什么热梗 你刚说 再到棉花了 那我们就棉花梗 好不好 我今天在旁边听你声音 我觉得你的声音特别适合 谁 适合说这一句 年花啦 真的吗 好那我今天就跟露露来 搭档一下 我们演一个简单的小片段 好不好 来我们上一下 我们的重要道具吧 哦 我们的 来 这有一个 这有一包 一包够吗 好的 来我们准备开始了吗 然后我们就 三二一 开始咯 您的小福星上线啦 未可邀请您围观 未可抖音旗舰店直播间 写了两包 再给我一包 来再来一遍 再来一遍 您的小福星上线啦 未可邀请您围观 未可抖音旗舰店直播间 你千禧未可 挂心路荣 为何到了我这儿 只剩一句高抬贵手 是坚实 并非强求就能有结果 不过是互相折磨 好 让到我 你算是真的踢到棉花啦 你得配合那个手势 哪个手势 我的网速不够快 踢到棉花啦 好 然后预备 怎么还有这个呢 预备也行 未可未可 好用好用 消毒集更安心 买到未可 你算是 你算是买到宝啦 好的 谢谢露露 今天又是一个全新的俏皮版本 那也非常感谢露露 其实在2023年 给我们带来了很多好作品 然后同时呢 也通过这部剧 让更多的朋友了解到了我们的胃壳 也注意到了我们 其实今天在直播间呢 可能很多宝宝是刚刚了解到我们胃壳的卫生巾嘛 要不这样我们玩一个小游戏 让大家可以进一步了解我们的产品吧 好呀 什么游戏 就是也比较简单 就是有讲问答 好 那如果说 但是这里有个惊喜环节哈 就是如果说我们可以闯关成功的话 我们可以给粉丝解锁一个超级大礼包 礼包中呢 除了有我们的胃壳卫生巾之外 还有很多非常 像一个小关子 一华给大家看哦 好 那我看到我们这个礼包 好大 真大呀 真的很大 一华给大家看一下 我们里面具体是有什么内容 好 那我们挑战准备开始咯 好 好 第一个问题 请问我们胃壳品牌的slogan 是什么呢 无边无际 胃壳卫生巾 业无到位哈 大家人 好的 那我们第二个问题是 请问我们的胃壳卫生巾 有几个规格的产品呢 几个规格 嗯 我得点一下啊 嗯 我看看这儿是啥 异地 好 日用的 日用的240 然后270 有吧 加长日用 然后300的 300日夜用 对 是的 然后还有 360 360425 是 然后还有 护电 对吧 对 护电 还有迷你金 是的 嗯 还有就是我最爱的VV酷 哈哈 没错 我们所以 这这这我得纯点了 我两天发现家里没了 用完了 正好啊 今天可以下单了 好的 那我们所以 这样算起来 一共是8个 嗯 8个 嗯 没错 那我们的产品顾客 总共是有8个 好 第三个问题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胃壳卫生巾相比 于其他品牌的优势是什么呢 这有两个点 嗯 第一个点就是消毒级 零真菌 然后还有一个点 就是软软的超干爽 太棒了 回答的超级准确哈 果然是我们超级称职的大言人 其实我们刚刚也跟大家重复 去提到我们胃壳的吸收性能 而且是干爽不粘腻的 所以我们的胃壳吸收性能 到底怎么样呢 我们今天要不演剑为实 做一个小实验 看一下我们胃壳的吸收速度 到底有多快好不好 好 来 又请我们的小朱莉 帮忙上一下我们的道具哈 第一个实验 我要努力完成了 请露露帮我们来观摩一下就可以 好 然后 然后我们这边其实有准备了 哎 两杯液体哈 它是20毫升 然后这里的话 其实顺便可以说一下一个小知识点 就是我们其实女生一次 整个经期的 它的量的话 差不多是50毫升左右 所以一般正常情况下 也不会有20毫升 一下就 就就出来的这样一个情况哈 但是我们为了模拟实验 所以选用的是比较大的一个量 我帮你扶着呗 哎 好的 谢谢 来 我们先试一下我们其他品牌的卫生巾 模拟一下我们量大时候的这样一个状况 好 洪水 好 然后我们来试一下我们的胃壳卫生巾 好 我们稍微把它这样放一下 同样的也是非常快的速度给它倒下去哈 好 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吸收速度 其实我们刚刚有提到就是我们的3D静棉层嘛 它是有一个凹和凸的不同点 它吸收的过程当中 其实可以看到 是不是它就露出来了 很快这个速度 而且 哇 我们肉眼可见它的吸收速度 其实我们倒不论是给你特写哈 嗯 好神奇 刚刚刚有有那么几秒钟 对 它就是突然就是对 出现出来 还很好玩 好的 那这个我们可以看到我们量大师它的一个吸收的状况 然后我们第二个小时间的话 可能就是要希望我们鲁鲁帮忙一起来做一下咯 同样的我们也是放了两片的卫生巾 然后呢 我们小助理也要帮一下忙 然后这个时候我们是需要看一下它的一个吸收速度哈 所以呢 我会按着这两个铜 嗯 然后同样的我们这两个 诶 这两个液体我们看一下容量是一样吗 哦 是的 我们确认一下哈 诶 好我们调整一下道具 诶 好 我们要确保两杯是一样的这样一个容量哈 然后露露和小助理一人一杯 同时来倒到我们两片卫生巾上面 然后我来控制住这个针筒 嗯 到了 可以快一点没关系 大的 哇 这个时候也是非常明显可以看到它的吸收速度的一个对比 是的 对 这边已经吸收完毕了然后这里还还有一些哈 这里又可以看一遍它的这个出现过程很有意思 诶 但这个可能密有密集恐惧 对对对对对对对 就是看看不太了我还可以 我还也还可以 但其实我之前有看到朋友说哎呀有点密集恐惧 然后后面就有很多网友跟他科普 为什么会出现我们这样一个情况其实还是非常不错的好那我们第二个实验也完成了 好的其实我们呃为可还有一个非常贴心的产品设计点不知道露露知不知道就是我们无边悬浮的这样一个设计 就是我们的棉心和小翅膀它是分离的也是我们无边无际小福星嘛小福星指的就是这样一个分离 它两边都是软软的存在感特别的低所以掺起来会很舒服 嗯是的其实大家可能很好奇说哎我们的无边无际小福星具体分别指的是什么呢 嗯那刚才说到了小福星其实就是我们这样一个分离的精神 嗯那第二呢无边是什么就是其实我们刚刚也摸到它的聚水边是非常柔软的 它其实是用的是我们1.2蛋的超细纤维可以举个例子可能更直观一些哈 就是我们一根头发丝是不是已经非常细了 嗯但我们的1.2蛋相当于头发丝的五十分之一 就发丝的五十分之一 对真的很哇 是的就大家可以更加直观的感受到它到底有多少柔软和细腻 所以我们两边是很柔软的 而且它也不会觉得魔腿啊什么的这种情况 嗯另外呢我们也有一个防侧漏的设计 我们给大家做一个聚水边的一个测试吧 因为我们其实这个1.2蛋的聚水边呢 它是防水的 所以也会预防到大家我们有侧漏的这样一个平时的情况哈 我们来试一下 如果说我对着侧面 哎而且我的水还是量比较大的哦 可以看到它是不会漏出去的 嗯对吧这样实验的话大家可以看到更加明显 然后如果说你有水溅到上面的话 也可以清楚的看到它是防水的这样一个面料 嗯所以不知道大家看不看到这个效果 它就是有一个吸收的过程很神奇 是的很明显 那如果说拿到我们的产品之后也可以自己去试验一下 就是平时在使用的时候 真的很好用 感受一下就可以知道了 嗯所以说呢 我们刚刚也提到了我们的底膜和免芯覆开 所以它是一个无边悬浮的设计 软软的超贴合没有存在感 而且就是这个还有一个好处是什么呢 其实每个女生的裤裤可能它的尺寸是不一样的 嗯如果说我们的卫生巾是同样的这样一个尺寸的话 可能经常会碰到不合适的时候 所以啊可能有的时候 帮我拿一片样品好不好 好 不是这个啊 没关系 就其实我们如果在正常使用卫生巾的时候呢 就是如果酷的尺寸不合适哈 经常会这样折下去对不对 所以侧面它如果吸收了液体之后 经常就是会有点黏腻啊 或者可能就是碰到皮肤上的这种不适的情况 所以呢我们做了一个小福星的设计之后 它是可以贴合到我们各种酷酷的尺寸的 不会出现我们刚刚所说的这种情况 所以也是一个非常贴心的小细节了 所以它真的是为何每一个小细节都做得非常的贴心 是的 所以呢我们也要恭喜露露 我们刚刚的问题全部都回答正确了 所以我们接下来就要兑现承诺了 这个大礼包的话 稍后我们会放在左上角的福袋当中 大家记得去点击关注 然后参与领取一下我们的福袋好不好 哎然后我们请露露来帮我们看一下 大礼包里面有什么内容呢 三二一 哇好多 还是很丰富的 是的除了有我们的产品之外呢 还有露露的很多相关周边 比如说有我们的明星片啊 还有我们的这个立牌等等 哎具体里面还有什么 哦我知道里面其实还有两张海报 所以是海报 对里面还有海报 所以具体有些哪些惊喜呢 我们就要给 拿到我们这个小礼包 大礼包的宝宝们去揭晓了 好不好 所以大家记得点击一下关注 同时呢也要去参与到一下我们的福袋哦 如果说大家想要获取到我们露露 推荐同款的消毒级卫生巾的话 记得点击我们下方小黄车下单一号和二号链接的宝宝 可以随单获得到我们的立牌 还有钥匙扣哦 同时呢 今天只要下过单的宝宝 都可以有机会获得到露露一会儿的亲笔签名 千万不要忘记了哦 那其实刚才跟露露一起回顾了我们2023年的一些爆款角色 23年我也过得非常的精彩 因为有露露的剧的陪伴 让我每天吃饭的时候都非常开心 所以我们也很期待2024年 接下来有没有什么带播的剧或者综艺 可以跟我们小小的透露一下 今年就还是跑南嘛 跑南因为我月底就要去录了 然后今年可能会跟大家见面的就是北上 现实主题题材 就是跟前面的完全不同 哦那很期待 我很紧张 我很紧张 因为拍摄北上的时候我 我自己也也有被就是 呃大滑子 他因为他的经历比较 嗯 波折吧 然后我也也也有被感染到 当时在北上也是属于一个比较气压低的一个状态 然后对于那样的一个就是全是前辈的现实主题题材 我的压力又很大 我现在我自己也不知道是什么 没关系 什么样子 对我们也是很期待的 其实我知道露露刚才才杀新了我们的新剧白月翻新 对不对 而且我们杀新很快就出了预告片 我已经看过了 一点都不过瘾 所以我们新的角色是一个怎样的人物 借此机会给我们聊一聊好不好 白硕就是一个 啊我真的很喜欢白硕 因为他在我眼里就是他们都说我很偏爱就已经感受出来了 因为我发了两条跟白硕再见的微博 嗯 嗯 很受不了 对 嗯 所以他我他我用我两个字如果概括白硕那就是聪明 嗯 他很聪明 非常非常聪明一个女孩 包括 后期他其实他去挤舞念嘛 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不断的去成长 然后不断的去他会面对很多亲不好友的离去 嗯 他会几经生死 包括他跟男主啊之间的感情也挺虐脸的 到后期的时候 我现在听到虐这个字也有点害怕 其实我拍到后期的时候我都跟那个我们静静冲鸦说 你是又把我骗来了 哈哈 我说我以为我是来就是happy一下你知道吗 结果后面全是那虐戏 那没关系还是很期待我觉得 虽然它是一个 我觉得会挺好看 因为它不太一样 说实话 因为我们一开始就想做一个不一样的仙侠嘛 嗯 因为这就是就是女主修仙相相当于凡日修仙 嗯 凡日修仙一个 有点偏向女主的这种成长的仙侠 就跟以前也不太不太一样 我觉得 嗯 而且我们很多场景就他们都说我们有点像西游记 哈哈哈 我们用了色彩都比较跳脱 对 反正那个预告片我看完 我是挺喜欢的 对我也很喜欢 而且刚听露露说了之后我觉得这样一个角色 白硕同样也是一个比较立体和丰满的 对 所以他之后的一些哎 快播吧 等不及了 所以我们有没有一些哎白露的啊 白露 白硕的高光时刻可以给我们提前稍微剧透一下 有个红衣服的我不知道你看过没有就是那件大红色的衣服 嗯 实践的 嗯 那一场戏是白硕的一个高光时刻 嗯 所以具体是什么剧情我就不透露了 我记住了 到时候我会重点去care一下 所以目前的话露露是刚煞清不久吗 那接下来会有工作安排吗 接下来就是一些广告拍摄啊 然后有也有一些活动 然后月底录完跑呢 我就静主了 又静主了 嗯 好辛苦 心疼 没有 又心疼 心疼又期待 不用心疼 老开心了 是的 那我们其实还有一个小小的问题 好想问一下露露 就是刚听你提到就是说我们经常拍完一部戏之后 差不多也会花一个月的时间去走出来 然后再投入到下一个角色对不对 其实我觉得这时间也还是算不是很长的 所以如果在转变角色的过程当中 会不会遇到什么困难 或者说是有没有什么小诀窍 就是在我们转变角色过程当中可以去运到 我其实入戏出戏算挺快的了 嗯 就哎那 因为我也不会做到无缝 我自己也比较难 但是我觉得难的是 比如说 比如说桑九和黎苏苏 它就是不一样完全不一样的 是的 如果同一天要演两个人的话 在那一天的切换可能会 有比较会有点难 但是一部戏到下一部戏就 那就还好 嗯 那我都出不出来 我就是看完黎安如梦之后 可能花了有半个月的时间吧 都很上头完全出不出来的那一种 黎安还是很好看 嗯是的 没错 其实也希望露露之后 虽然很辛苦哈 但是也很开心 也可以带给我们更多很棒的角色 好的 那我们其实说了很多哈 我看到我们的粉丝宝宝们也非常热情 再次提醒一下我们的福袋当中有我们今天的大礼包 大家千万不要忘记去参与了 我记得点一下关注 那如果说我们的各位宝宝们呢 想要获得到我们露露推荐同款的消毒及卫生巾的话呢 也记得去下单到我们的一号还有二号的链接哈 随单可以获得到我们的V牌 还有我们的钥匙圈 这个都是可以随单获得到的 再次提醒一下 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 只要有下过单的宝宝呢 都有机会可以获得到我们一会的露露现场的清签 但是前提一定要是今天有下过任意单 任意连接都可以哦 千万不要忘记 然后如果现在还没有下单的宝宝也可以去 哎 抓紧时间下一下单啊 然后大家如果说对于露露有什么留言的话呢 也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进行评论 哎 好热情哦 刷的速度好快 白露来啦 魏可宠你 魏可爱你 是的 那其实跟大家今天聊了很多作品 也感受到露露始终在作品当中有坚持初心 并且不断突破自我 其实也给我们献上了很多越来越多不同的角色 其实就跟我们魏可无边无际小福星的理念是一样的 不设限制嘛 其实在未来的路上也有更多不限设置的这样一个角色 去带给到我们来欣赏的更多更棒的作品 非常感谢露露 没有没有其实还是感谢大家吧我觉得大家相信我 嗯 就是会去看我的戏然后我就会很感动我是为为了就是这些爱我的剧粉 嗯 在努力拍戏也可以说是为了我因为我也是为了是为了你是 今天好开心哦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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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今天我其实还蛮划算的我觉得今天来这样一场工作 是那其实当初呢魏可选择露露作为我们的品牌代言人也是看到了很重要的一点就是露露身上认真负责呀包括我们不断突破自我追求更高的这样一个目标 其实呢这和我们魏可的品牌理念也都是非常非常契合的 因为魏可一直以来呢都是以全身心去守护到我们所有的女生坚持以更高的国标消毒级的这样一个标准 林真真只为了给特殊时期的你们多一份安心是的也再次推荐大家都可以去用一下魏可微神经我真的是用过之后非常非常爱嗯是的那在这里呢我要小小的插播一段广告哈因为其实我们有非常多不同规格的产品可以供大家选择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如果说日用的时候呢量少的时候240没错270量多的时候270量少就用240日用嗯好我们接下来那陆陆帮我一起说 好那我们夜用的时候用的是300嗯还有还有360没错这个是日用和夜用的组合哦嗯然后除了这两款之外还有一个夜用超厂没错425哇超熟悉哈OK好我们另外还有两个如果说它量少的时候可以用190还有这个护电嗯没错迷你金还有护电这样两款然后当然少不了的还有Lulu非常喜欢的VV库是的没错那Lulu如果说平时 你囤货的话一般会去怎样选择我们的规格呢我基本上就是日夜套组然后买点VV库嗯日夜套组就是基本都会囤一下对不对所以我们的各位宝宝们我们的1号2号的链接大家记得多多去下单哈 因为今天呢随单是可以获得到哎1号链接是我们的立牌然后2号链接呢是我们的哎要是扣如果都想要的宝宝呢可以把我们的1号2号的链接都取下一下然后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今天其实在我们的直播间只要你有下单记录的宝宝都有机会一会儿可以参与到我们Lulu的清签 送出的这样一个环节当中记得一定要是今天下过单哦所以还没有下单的宝宝我们也要抓紧时间咯好我们现在观看人数哇非常多哈然后我们的一会儿要送出了大家记得抓紧时间去下单获得到我们的Lulu推荐同款的消毒级卫生巾哎那其实我们今天的直播好像哎呀好快哦感觉都没聊几句真的就已经过去50分钟了快过去了所以好像缺点什么缺点什么呢缺点缺点缺点你 哇我今天真的是听了Lulu对我说了很多图围情话太划算了回家录屏当闹钟 回家看回话嗯是的那其实Lulu还记得上一次来我们直播间的时候有一个V造型三连排吗嗯是的嗯对其实大家当时还蛮喜欢的而且制作了各种表情包有在各个平台转发包括我自己的话也是有保存到所以今天哎能不能给我们贡献一下新的表情包可以吗哦所以今天有什么新的挑战吗其实也不是算不上挑战吧我觉得比较简单 给Lulu 准备了喜怒哀乐四个主题的表情包好这路来说应该是小菜一碟哈小菜一碟小菜一碟是的所以我们如果说Lulu 挑战成功的话当然我们胃壳也不会吝啬咯给Lulu 准备了哎给宝宝们准备了五份啊如果说挑战成功之后我们会揪出五个幸运的粉丝给大家得到的是我们小黄车一号链接当中Lulu 同款的卫生巾还有周边那为了大家的福利我们必须冲啊必须挑战成功 是的来那酝酿一下吗好可以我不需要酝酿哈哈哈好那我们各位准备一下节评的节评录品的录品好不好那我们准备开始第一个洗 哎我要用那个嗯再来一遍啊再来一遍再来一遍开始嘿嘿嘿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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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好那第一个完成了嗯第二个怒 好哈哈哈哈哈小黄车音感觉是要酝酿一下的吗是要酝酿一下哈好我们酝酿三秒钟嗯好开始是一套脸招是不是哈哈哈哈哈哈哈 这就是有个表情包嗯哼这可以做一个GIF动图嗯嗯好哎准备好了吗我们也三秒钟酝酿一下吧哎呀怎么哎呀哈哈哈三二一开始哈哈哈你我想象的我要干 我爱 没事 再来一次 我爱不起来 我是艺人 我爱不了 那就爱及生乐了 我现在就挺爱的 我平时就是这么爱的 因为爱不出来 好 那很乐的爱也可以 我乐过了 艺人的爱是这样爱 我知道了 好 那我们乐还是不行吗 我们再挤一个表情包 好 3 2 1 好 大家觉得挑战过关吗 我们也在公屏上 帅一下好不好 大家保存好没有 是的 陆宝好可爱 是的 那如果说当然稍后 有自己DIY出来的一些表情包的话 也可以到我们的 胃壳主页的视频 来进行留言互动 所以这个任务 我觉得还是非常圆满的 完整的 圆满圆满圆满 是 那我们接下来 就给大家送出我们 我们一号链接 露露同款的卫生巾 好不好 那同样的参与方式 非常简单 大家只要刷屏就可以了 我们的口令是 白露来了 未可宠你 那一会儿嘛 我们直接就一瓶的宝宝送吧 好的 一瓶有五个就五个 有六个就六个 好 只有一个小小的要求 大家在我们左上角 点一个小小的免费的关 就可以吗 好 已经开始刷咯 好 我们请露露帮我们倒计时五个数 好 五 四 三 二 一 好 吉平 看一下是哪五位幸运的宝宝呢 看一下啊 有五位吗 有五位 有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六位宝宝 我念一下 有五位 有五位 有五 clique 1 二 三 三 三 五 三 二 咦 三 三 am 有五 ble 然后现在是 有五 Δ 救到的禮品 但是我们现在是不是有很多宝宝有点丧心 哎呀 怎么没有我呢 对不对 但是没有关系哈 我们刚刚有提到过就是今天我们现场有陆露的亲签 还有一份 但是再强调一下 其实我们今天一定要是有下过单的宝宝 任意连接都可以哦 才可以获得到我们的签名的这样一个啊 揪曲的这样一个机会 所以还没有下单的宝宝 我们也抓紧时间好不好 我们都在说 嗯 胃科宠女 他们是不是有看过我们的脚本 很快哈 大家还有五分钟左右的时间 所以我们今天直播就要结束了 还没有下单的宝宝抓紧时间哈 我们的一号链接下单呢 由我们的一 立牌的周边送出 二号链接下单呢 会有我们的钥匙扣 而且是两个哦 送给大家 所以我们还没有下单的宝宝 记得抓紧时间 马上我们就要开始抽取出陆露的签名了 但是参与的这样一个条件呢 就是一定要去今天有下过单的宝宝 然后刷出我们的这个口令 好那我们再给大家一丁点的时间 去下一下单好不好 好我们现在 哇在线人数真的非常非常多哈 我们来 小助理已经把我们的照片拿过来了 我们也是现场来给大家签 好 好 我看到我们大家已经刷起来咯 抓紧时间好了咯 签好之后我们就要准备 诶 展示一下 签好之后我们一会儿就要准备开始 我们就我们幸运的宝宝咯 好 各位准备好了吗 来 我们小助理 帮忙第一个手机 可以 好 我再啰嗦一遍 我们的参与条件 好 不要嫌我话多 那第一个呢 一定要是左上角有关注到我们 胃可的这个旗舰店的账号的 那第二个呢 就是刷口令一定要正确哦 口令是白鹿来啦 胃可宠宝 那第三个呢 就是一定要今天有下过单 任意链接的宝宝都可以哈 邀请鹿鹿帮我们倒计十五个数 好不好 我们通过点抽的方式来帮大家选出 五 四 三 二 一 好 我啾 我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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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看一下 是达达呀 是达达呀 恭喜恭喜 是达达呀 这位宝宝 获得到了我们 恭喜 哎 鹿鹿的清千 恭喜 我关注你一下哈 一会儿记得你要来 私信一下我们的客服联系一下 不然 清千错过了 太可惜了 要拍大腿的 是的 好的 谢谢 那我们 哎 嗯 时间过得好快 现在已经57分了 根本就舍不得 切数 终于我们分头 我这么在你笑脸上吗 哈哈哈哈 对不起 真的是 其实我们今天 嗯 突然时间过得就很快 对不对 晚安福利的话 可能到这里就小小的告一个段落了 所以露露 嗯 很快啊 要准备跟大家说再见了 所以今天其实我们也很高兴 要请到露露来到我们的直播间 虽然我们刚刚是 呃 只有两位宝宝 获得到了我们的清千 但是哈 我要跟大家说一下 我们的店铺 稍后的直播当中 还会继续为大家送出我们的清千 所以一会儿的时间 大家可以继续关注我们的直播 不要走开哦 另外呢 我们的直播还有两分钟的时间 如果说你还没有下单 我们一号和二号链接的宝宝 抓紧时间去下单 一号链接呢 我们会送出到我们的这个立牌 二号链接是由我们的两个钥匙扣 记得去拍我们一号和二号链接 选择到露露推荐的 同款消毒机的卫生巾 请不要忘记咯 再次强调一下哈 大家平时我选择我们消毒机的卫生巾的时候 一定要认准我们的小金盾 那我们的胃口呢 其实也希望跟露露的角色一样 陪伴在我们大家的身边 给大家很多的责任感 包括很多的安心和守护和陪伴 那露露今天到我们的直播间 最后有没有什么 晚安祝福可以送给大家的呢 首先非常开心 您要的一件事情哈 好的 谢谢露露的晚安祝福那哎呦 好舍不得哦 就是也可能要跟露露 先浅浅的说一下 真的舍不得吗 真的 那我要怎么表达 你马上也要下班了 这不行 我音乐加班 那再告诉大家一下吧 好的 那我们再次说一下 如果你想给她到 我们露露的同款 消毒级的卫生巾的话 记得下单到 我们1号和2号链接 有我们隋单的周边 立牌 还有我们的钥匙扣 送给大家 然后如果说 还想要亲牵的宝宝 一会儿可以继续关注 到我们的店铺直播 我们会继续为大家 来送出我们的亲牵 千万不要错过咯 好的 那我们在这里也 非常非常感谢露露的到来 谢谢你也辛苦了 谢谢不辛苦不辛苦 很开心 其实今天作为粉丝 能够来到现场的露露见面 也是一件非常开心的事情 虽然我是从很远过来的 但是很值得 真的吗 是的 所以我们也在这里 我代替我们所有的露露 也祝我们露露今年的事业 可以更上一层楼 好不好 谢谢谢谢 我会继续努力的 是的 我们也感谢露露 也非常感谢大家的陪伴 拜拜 谢谢